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读书时间,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。 对于向亲属询问家庭信息这个步骤,有些人常常感到犹豫。 这些人害怕亲属会拒绝,但实践证明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只要你向亲人表明他们有能力帮你,而你也非常感激他们的帮助, 他们往往就会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,甚至还会满怀激动的权利投入到这项工作中。 诗例 诺亚不到一岁时,父母就离婚了,之后她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。 35岁之前,诺亚从未跟母亲谈过任何关于其身父的事情, 也没有问过有关身父的任何问题。 同样,她的母亲也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这个话题。 诺亚以为关于父亲的话题会让母亲感到尴尬, 所以她从来没有问过,对于母亲为何会感到尴尬。 诺亚在心里编了一大堆理由,她甚至长期以为自己是非婚生子女。 开始尝试原生家庭疗法之后,诺亚终于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信, 要她讲一下身父的事情,以及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她非常担心母亲的反应,觉得自己打破了家规, 但她收到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。 母亲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, 这封信的基调是一种释怀。 母亲在信中写道, 呃,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问了。 她很高兴对诺亚讲父亲的事。 她以前也一直以为诺亚不愿谈论这个话题。 从母亲的信里,诺亚发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, 其中包括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前五年就已经结婚了。 尝试这种疗法的人往往一开始都以为家人会怀疑他们写信的动机, 或是把他们带着家谱的信扔到一边不去理睬。 但是事实一再证明, 家人兴奋而又热情的回应会让他们大吃一惊。 一般来说, 人们对于自己的家庭往往充满兴趣, 对于分享自己的家庭经历也怀有极大的热忱。 如果他们知道分享信息不仅不会受到攻击, 还对他人有帮助, 就一定会热心参与。 许多人都希望别人询问自己家族的历史, 他们也乐于分享自己知道的一切。 好,三分钟时间到了,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, 我们下次再见, 拜拜。